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数据显示有12%的人开始光顾一元店采购食物 41%的人减少了食物浪费 而约有16%的人甚至开始自己种菜 加拿大8月份通胀率为7% 但11%的食物价格增长速度 已连续数月超过了总体通胀率 随着目前加元兑美元跌至两年来最低点 通胀压力将至少持续到今年底甚至更长时间 本台记者自由法兰西刘三强力魁六四综合报道 能源行业抨击特鲁多的反能源政策 据甄美方9月20日报道 针对特鲁多此前关于加拿大没有向欧洲出口液化天然气商业案例的言论 能源部门敦促联邦政府应尽快扭转这种反能源政策 报道指出 如果自由党政府不干预本国建设 用于出口液化天然气所需的港口设施 加拿大将能够从大量出口其优势能源产品中获益 并同时可帮助欧洲替代从俄罗斯等敌对国家进口的石油和电人气 但由于当局长期的政治化限制 使得能源行业至今都无法完成相关基础设施建设 而错失了向德国出售液化天然气的最佳机会 国家能源领导人对此表示 在拥有丰富的天然气资源 并更接近北欧航线的最大国际竞争优势下 如果加拿大都没有向欧洲出口液化天然气的商业案例 那么很难想象会有哪个国家能够成功做到 本台记者清清 陈希综合报道 央行就经济刺激政策进行反思 据媒体CP24 9月20日报道 随着加拿大经济此前从疫情中复苏 如果政府和央行当时能更早撤回其各项财政和货币刺激措施 那么货将在一定程度上一直通胀 央行副行长当天表示 在疫情所导致的经济危机中 由于公共卫生策措施的限制 在需求开始反弹时 许多行业的供应却无法跟上 而当局通过政府支持计划和降低利率等同时实行的刺激措施 这导致供应链出现平静 以及经济增长速度快于预期 并早于劳动力市场复苏等溢出效益 因此最有效的解决办法 就是及时停止这些刺激手段 尽管目前的通胀率已放缓至7% 但距离当局所预趋的2%目标值仍相去甚远 为此 央行如今能做到的也仅限于就其政策决定与公众沟通 以确保国民不会预期高通胀将持续过长时间 本台记者陈希 刘酸腔力奎64综合报道 全国人均住房拥有率明显下降 据CTV新闻9月21日消息 加拿大统计局报告指出 目前全国人均住房拥有率正逐渐下降 并在年轻的成年人中显得尤为突出 最新数据表明 2021年不到三分之二的国民拥有住房 明显低于2011年近70%的峰值 在此十年期间 加拿大年轻人住房拥有率的下降幅度最大 其中25岁至29岁群体的住房拥有率 从44.1%下降到36.5% 同时租房者的比例正迅速增加 租房家庭数量的增长速度 是有房家庭的两倍以上 在当前主要城市的在建房屋项目中 超过一半是公寓 去年就有大约430万国民居住 在公寓中而迁徙一带 则占据了30%的最大份额 本台记者文所未闻 刘三强利魁六四综合报道 反对党敦促特鲁都效仿盟国减税 据真美方9月21日报道 受全球剧烈通胀影响 目前绝大多数G7和G20国家 都已实施了各自的税收减免政策 以缓解国民因生活成本增长 而带来的负担 加拿大纳税人联合会最新报告显示 在以上51个经合组织国家中 25个削减了天然气税 18个取消了消费税 15个降低了能源税 11个减少了商业税 8个降低了所得税 专家因此敦促自由党政府 应效仿盟国通过减税 为国民带来更多实惠 目前在保守党要求当局取消碳税 并削减政府开支的呼吁下 已有部分地区自行采取了省级税收减免的政策 以降低民众的生活压力 其中安大列阿尔伯塔和纽芬兰省都已暂停征收人油税 但与此相反 特鲁多当局则提高了碳税 酒精税和工资税 本台记者自由法兰西 柳酸强力魁六四综合报道 以上是今天的全部新闻 谢谢您的收听和收看